大家好,今天狗哥要聊一下陈秋实律师 这个是这两天网络上的一个热点的事件 昨天其实就有朋友留言,希望狗哥聊一下这个事情 但是在昨天陈秋实律师的情况还不是很清楚 他从香港返回中国大陆以后,返回北京以后 一度是有消息说他是失踪了,联系不上了 但是后来的事实证明,这种说法是不准确的 从昨天晚上到现在,其实是有好几家的海外媒体 都联系到了陈秋实律师 包括香港的南华早报、美国之音等等这些媒体 陈律师也表示他现在还是安全的 狗哥在前两天说这个徐晓冬被喝茶的时候也说过 在中国大陆呢,现在你谈论这个香港的问题 如果发表跟这个中国政府不一样的言论 这个言论呢,有很大的概率会被封杀 像在微信、微博、这些社交媒体上肯定会被删除 但是呢,人身的自由现在还不会受到威胁 特别是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这些大城市 最多也就是警察给你一个警告 让你删帖、写这个保证书 基本上不会限制你的人身自由 但是在中国大陆的小城市 警察呢,就可能会乱来了 这个呢,就是中国大陆言论自由的这个现实的情况 那陈秋实律师 他目前呢,应该也是这种情况 他做的这个有关香港的视频 原来呢,是发布在他的这个微博账户上的 但是呢,现在呢,是都已经被删除了 全部都删除了,完全看不见了 他本人呢,已经从香港返回了北京 大家现在呢,再来看一下 他在这个返回北京之前 在香港机场录制的那段视频 大家晚上好,我是秋实 现在是8月20号的晚上7点多 我在香港机场,得马上飞回大陆 为什么走这么匆忙呢 因为现在压力真的很大 公安局,司法局,律师协会,律师事务所 全在给我打电话 说秋实你别在那敏感的地方待着了 你再不回来,谁都保不了你了 尤其是我的同事,我的领导 可能也要受牵连 就是他们要承担管理不力的责任 可是本来就是我一个人偷摸 谁都没告诉我就来了 真的不关别人的事 我最不想看的就是因为我牵连到别人 所以我得赶紧回去 给同事领导们一个交代 这次来香港的初心 就是我觉得如此重大的历史时刻 我们普通话的媒体是不应该缺席的 8月18号100多万人的聚会 这个活动当中来了全世界三四十个国家的媒体和记者 我一直想在他们当中找到中国大陆的记者 但是就是很难 所以我就在做我自己的报道 但是我对我自己的报道 其实也很不满意 且不说我没有采访到林郑月娥本人 我对于那些戴面具的黑衣人 那些开枪的警察 或者说那些拿棍子的白衣人 我也没有能力去近距离的做一个沟通访问 那你说这算是什么采访吗 就是走得太匆忙 太多的题我都来不及做 我很想去调查一下香港普通市民 他的收入情况 房租的情况 他们是不是真的像网上说的是 一群活不下去的废物 所以才出来闹事的 我想调查一下香港人的平均受教育情况 我想调查一下什么是会选 什么是中票 是不是选举的时候真的有人拿大巴车 把养老院老头老太太全运过来 然后投票 是不是真的有人在一个房子里面 弄好几十个那个户口在那儿投票 什么是中土问题 什么是地产霸权 香港是不是真的还有很多的土地可以盖房子 但是地产开发商就是摁着那个土地 他就是不开发 然后逼着你政府有一天 你要盖连租房 你没招 你必须得从我这儿买土地 这些问题我全都没有调查清楚 胡了八度的我就得走了 我觉得我真的是对不起 香港同胞 我也对不起大陆同胞 我没有办法把最真实 最客观的一面呈现给大家 这些天除了累着跟狗似的 其实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收获 就香港这个天 出太阳热的要死 不出太阳闷的要死 好不容易一刮风 下雨了 一百多万人在大雨里花花交三四个小时 你说你花多少钱 图啥 你花多少钱能请一百多万人过来跟你一起遭这个罪 我同事跟我说 秋实你说 咱律师就做业务就得了 你扯这干啥 我说你发现没有 香港事件的起因是因为一部法律到底该不该通过 他们纠缠的始终是警察的执法是否合乎规范 立委的选举是否符合法定的程序 香港基本法是否得到了贯彻执行 中英联合声明这样的法律的规范性的条文是否得到了贯彻实施 所有问题都集中在法律上 所以说香港问题它本质上不是一个政治问题 它是个法律问题 那作为一个法律人面对现在全世界最大规模的一个法律性的冲突和纠纷 我们不到前线来调查一下研究一下 我们指望谁来研究 我们指望抖音网红快手大哥来研究 所以说到法律人啊 我得嘚瑟一下 我给大家看一下我的律师证 对吧 为啥嘚瑟一下呢 因为回去以后他可能就不属于我了啊 我不是一个多聪明的人 就这玩意我考了三年 就是我现在做的事也不像是个聪明人干的事了 对吧 如果你问我 用三天的时间毁掉自己三年的努力值不值得 肯定是不值得 但是没办法 我就是这么一个性格的人 这世上有人精明的躲在后面 照顾好自己的家人和孩子 就得有人虎抄抄的冲在前面 并且承担后果 是我自己选的这条路 我愿意一个人承担这些问题 真的不想牵连到任何人 所以呢 现在我要回去给家人 给我的领导和同事一个交代 还有人给我下出主意 说秋实我给你钱 你赶紧上国外怼着呢 我说你别扯 收了钱 这事我就说不清楚了 再者是 我是中国人 那个是我的祖国 那是我的家 出了多大的事 我都会回去的 我也相信 一个中国的立场是不可以动摇的 我们必须要建设一个统一的中国 但是问题是 光有统一是不够的 我们要的是一个统一 并且文明进步的中国 而要建设一个文明进步的中国 不能靠暴力 只能靠法律 枪杆子里边能够出统一 但是枪杆子里边出不了文明和法治 所以我要来这 我要促进两岸的沟通交流 不希望因为信息的不对等 因为误解产生纠纷 甚至暴力的冲突 在这呢 再次感谢我的领导同事们 对我的帮助支持 感谢网友们 不管你喜欢还是不喜欢我的视频 感谢很多学术界 法律界 新闻界 一些素不相识的人 现在都在努力的说要保护我 为我求行 我不认识你们 但是依然感谢你们 为我所做的一切 谢谢大家 今年是我拿律师执照的第三年 就像那个哪吒说的嘛 三年时间很短 但是我也玩的挺开心的呀 自己的命就得自己扛 我是秋实 谢谢大家 看完这个视频 我想大家对于 陈秋实律师 为什么要去香港 为什么很多人 都在关心他的安全 关于这个事情的前因后果 那大家呢 应该是也都清楚了 狗哥先聊一下 接下来 可能会发生在陈律师身上的事情 第一个 北京市律师协会 肯定会找他谈话 因为陈秋实律师 是在北京的一家律所工作 是在北京职业 所以呢 北京市律师协会 肯定会找他谈话 问他 为什么要去香港 为什么 要在这个社交媒体上 发布有关香港的视频 谈完话以后 北京市律师协会 应该会写一份报告 交给这个北京市司法局 就是北京市司法局这个政府机构 要来评估 陈秋实律师的这个事情 然后呢 再决定 对他采取什么措施 比如说 会不会吊销 他的这个律师证 那狗哥认为 吊销他的律师证的可能性 应该不大 因为这个陈秋实律师 挑战政府 故意给中国政府制造麻烦 这个呢 应该还是第一次 所以呢 一下子就把他的这个律师证给注销了 这个可能性呢 应该不大 他的这个人身安全 也肯定是没有问题 警察呢 也不会介入 不会像这个徐晓东那样 这个事情呢 北京的警察 应该不会找陈秋实律师谈话 因为这个陈律师 他有这个主管部门 就是北京市的律师协会 上面呢 还有北京司法局 那这些主管的部门 介入了 能解决了 那警察呢 就不会介入了 这个呢 不像徐晓东 徐晓东呢 是一个武林人士 但是呢 北京这个武术协会 又管不了他 他没有一个上级的部门来管 所以呢 警察就直接介入了 就直接找他谈话了 这个呢 就是中国大陆的一个办事的方式 这是第一个啊 就是北京市律师协会 司法局 肯定会找陈秋实律师谈话 对他进行训诫 但是他的人身自由呢 呃 不会有问题啊 不会受到限制 那第二个 在以后 陈秋实律师应该不会再发表 有关这个香港问题的言论了 北京律协要找他谈话 除了这个要了解情况 就是呢 要对他进行训诫 会警告他 不要再发表 跟这个政府不一致的 有关香港的这个言论 那陈秋实 说实话 狗哥以前呢 并不是很了解啊 只是听说过这个名字 知道有这个人 但是对他干过什么事 说过什么话 其实呢 以前呢 并不是很了解 就是从香港的这个事情 从香港的这个事情开始 那狗哥呢 才第一次认真的关注 陈秋实律师 呃 狗哥看了一下他的资料 虽然说他是律师 这次香港的事情呢 很多人呢 也都很关注他的律师身份 都很关心 他的律师证 会不会被吊销 但其实 呃 他更像是一个 啊 媒体人 啊 跟狗哥一样 可以说是一个自媒体人 那以前呢 他在中国大陆 有一些名气 也主要是通过 传统媒体 后来是通过抖音啊 微博啊 这些新媒体 啊 来来获得了这个名气 啊 并不是因为 他的这个律师的工作 所以呢 北京市律师协会 北京市司法局啊 他的这个律所的领导 肯定会要求他闭嘴 不要在香港问题上 再发表跟政府 这个不一致的言论 那在以后啊 陈秋实律师 狗哥认为 他基本上就会闭嘴了 应该不会再说这个 跟政府的口径 不一致的话了 因为如果他再说 肯定就会面临 被这个大陆 全网封杀的危险 就跟这个徐晓东的待遇 是一样了 在中国大陆的媒体上 他肯定呢 就会被全面封杀 那他在媒体这方面呢 事业呢 就全完了 所以呢 狗哥判断这个代价啊 对他来说 很大 太大了 这个代价 他不会碰这个底线 所以呢 以后在香港问题上 他不会再说什么 中国政府不喜欢听的话了 那陈秋实律师 是不是很怂 是不是就是个软蛋 中国政府呢 一警告他 他就不敢再说话了 是不是很怂 那狗哥认为 显然不是 在中国的这个舆论管制的这种 非常严厉的环境下 陈秋实律师 作为一个受这个中国政府管理的律师 而且呢 是一个有一些名气的媒体人 能够在香港问题上公开表达 跟中国政府不一样的意见 这个呢 其实已经是非常非常的难得了 大家想一下 陈秋实律师自己去香港 去亲眼看一下 香港到底发生了什么 香港问题到底是怎么回事 并且呢 录制视频 记录 表达自己的想法 这个呢 对于他的视野 对于他的这个律师工作 对于他的这个媒体的视野 是不是其实没什么帮助 不仅没有帮助 反而呢 会给他带来很多的麻烦 甚至说是这个事业上的危险 那他为什么还要这么干 为了在抖音 在微博上赚流量 那这个呢 显然也不是 因为这些视频呢 肯定会被删除 而且呢 还有这个封号的危险 如果号都被封了 还赚什么流量啊 所以呢 他这么干 其实就是想知道真相 并且呢 要表达自己的看法 要分享自己的看法 用许小冬的话说 就是憋的谎 憋的难受 大家说 那狗哥在这儿就不多说了 所以呢 人长一张嘴 红口白牙 第一功能是吃饭 要活下去 而且呢 要尽量吃的好一点 活的这个好一些 那第二功能 就是说话 表达思想 要自由的表达思想 但是 大多数的中国人 现在呢 还活在这个第一功能 他们只知道 吃喝拉撒 不知道 人还要思考 还要表达思想 还需要这个言论的自由 所以呢 狗哥以前说过 许小冬是个粗人 没接受过多少 这个所谓的高等教育 但是 人家许小冬呢 其实很高贵 能够独立思考 而且呢 敢于表达自己的意见 那陈秋实律师 其实也是这样 他要是完全顾及到 自己的事业 整天就想着赚钱 那他绝对 不会去香港 搞这些事情 他如果整天在这个 抖音 在微博上 骂港独 骂废青 骂这个香港的暴徒 那肯定这个流量多了去了 赚钱赚大发了 其实呢 在YouTube上也是这样 在YT上 真要想赚钱 赚流量 就得这个鼓吹爱国 就得像这个YT上的小马尸驼啊 还没那样的 就得赚中国人的钱 因为这个爱国的中国人啊 实在是太多了 他们带来的这个观看量 带来的流量 也非常非常的多 绝对应该赚他们的钱 人傻钱多 而且呢 还没有这个政治风险 中国政府呢 也喜欢 那像狗哥这样呢 总是批评中国人的 其实赚不了什么钱 忠言逆耳 中国人听着难受 谁还愿意来听 而且呢 即便是来的 也都是来骂街的 不会去看广告 给狗哥这个增加流量的 但是 狗哥为什么还要坚持这么做 为什么还要坚持指出 中国的问题 说很多中国人不喜欢听的话 还是忠言逆耳 忠言逆耳立于行 狗哥呢 真的还是希望中国能够变好 希望中国人呢 能够融入现代文明世界 能够摆脱这个野蛮人的状态 因为只有接受批评 才能够认真的反省 然后呢 才有可能让自己变得更好 从这一点上说 狗哥做的工作呀 和这个 徐晓东啊 陈秋实律师 其实是一样的 我们都是在捍卫 自己的这个 言论自由的权利 都是在保护 自己这个独立思考的能力 都是希望 中国能够变得更好 能够真正和这个世界 和谐共处 但是这样的人呢 在中国大陆 生活的是很痛苦的 徐晓东的遭遇 大家都看到了 狗哥呢 也是好几年前 就这个移民到海外的 陈秋实律师 以后估计呢 也要闭嘴了 真的 在中国呀 人有一张嘴 但是 要自由的说一句话 要自由的 讲一句真话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不容易 最后再让大家看一些视频吧 都是这个中国的抖音上的 大家可以体会一下 在中国呢 说句真话 究竟有多难 有钱 大家可以ат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杨茜茜 杨茜茜